据环球网4月9日报道 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 并计划于4月13日召开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 日本此次排放的核废水在伦敦清费公约的黑名单中排名极为靠前 属于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 有专家指出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后 部分放射性物质将随洋流等向北太平洋迁移 最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日本周边国家 专家已经发现核电站周边海域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 目前已经明显高于其他水域 并且已经有部分动植物发生了变异 至于对日本周边国家的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专家表示 只要看日本对废水的净化处理情况到底如何 但如果日本最后真向大海排放了核废水 中国作为伦敦清费条约缔约国 可以按照条约规定向同样作为缔约国的日本提出赔偿 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福岛核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质泄露 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政府应当秉持对本国国民 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深入评估福岛核电站寒川废水处理方案可能带来的影响 主动及时地以严格准确公开透明的方式披露信息 在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慎重决策